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欣赏一颗非常可爱娇美的蝴蝶兰 它的花色粉粉的,看上去非常秀气,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在欣赏这一颗蝴蝶兰的同时 我要给大家唱一首现在很流行的歌 名字叫《九醉的蝴蝶》 我最近迷上了这首歌 觉得它的旋律实在是太美了 很想唱一唱 那今天我就轻唱给大家 因为配乐不方便 所以呢就轻唱了 请大家多多包涵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九醉的蝴蝶 你的那一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却要还我这一生 再也切不开的结 春去尽千花 秋来摔中月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醉的蝴蝶 花开花世界 月落月圆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醉的蝴蝶 怎么也飞不出 花花的世界 原来我是一只 九醉的蝴蝶 你的那一句誓言 来得轻描又淡写 却要还我这一生 再也切不开的结 春去尽千花 秋来摔中月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醉的蝴蝶 花开花世界 月落月圆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醉的蝴蝶 春去尽千花 秋来摔中月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醉的蝴蝶 春去尽千花 秋来摔中月 九醉的蝴蝶 月落月圆缺 原来我就是那一只 九醉的蝴蝶 九醉的蝴蝶 谢谢朋友们的欣赏 这首《九醉的蝴蝶》 好像专门为了喜欢蝴蝶兰的朋友们写的 这一朵朵娇俏可爱的蝴蝶兰 听了这样的歌 也一定开得更美更动人了 我的这颗迷离蝴蝶兰 刚买了一周左右 它的花盆小的 可以放在女生的手心里 更让人欣喜的是 它这么小小一株蝴蝶兰 开了二十多朵花 实在是太美了 我看到它的第一眼 就握在手里 再也不松开了 这种迷离蝴蝶兰 可以随意摆放 放在哪里 哪里就充满了艺术气息 于春天的气息 这个蝴蝶兰的花色非常独特 小巧的花瓣上粉白粉白的 花蕊里的那一抹金黄 让它显得春光明媚 收获了这样一盆花 就想发自泪心的歌唱了 我的这个花花世界 也的确非常迷人 我想 我的生活里 不能没有这些蝴蝶兰 也不能没有美妙的音乐 植物 也是有灵性的 你善待它 它就会回报我们 在我养护的蝴蝶兰里 经常被拍视频的 就长得特别健康亮丽 我已经不止一次 发现了这样的规律了 我买回来的迷离蝴蝶兰 就让它和家里的 其他迷离蝴蝶兰放在一起 它们就都长得很好 有一次我单独把一盆 迷离蝴蝶兰 鱼多肉植物放在一起 它就凋谢的比较快 植物也会感到孤独吧 这就是为何 我们看到花店里的植物 虽然只是一般照料的 却都长得匆匆郁郁的 我想花草也是需要同伴的 我的这个视频 有花草 有音乐 有来自于大自然的各种美好 一年四季都有花 一年四季都有花看 喜欢花草 喜欢音乐 和喜欢大自然的朋友 欢迎你们 你们常来听我说说 养花的心得体会 并和我一起感受音乐 与大自然的美好 好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订阅分享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